来呀 来 日月难断 松山碧 酒营风雨 碧香西 大家好 我是二明 庞统身死落凤婆 刘备退回府水关 孔明与张飞入传 官二爷把守经州 有了军师和三弟相助 刘备成功拿下落城 成都已尽在咫尺 随后 让法政措辞一份劝降署 给昔日的主子刘长 刘长看完 恨不能将法政错骨扬毁了 这恨他法政的同时 更恨那刘备 太他妈会装了 浮城外 泪眼汪汪 宴席间为我挡枪 张鲁钦 发誓宝地 回荆州 骗我冰凉 结果一边扶我西川民心 一边掉头 干我阿长 讲话了 孙能忍 神也不能忍了 来吧 都给老子献祭 怎么对付那善免磨心的刘备 这一周太守董和献策 让刘章向汉中的张鲁 求助 理由很简单 唇王齿寒嘛 刘备若占了西川 他汉中绝对跑不了 这刘章考虑片刻 只要能干他刘备 就是好计 准了 这话说当日 曹操与同管大败马超 马超在庞德马代 逃亡龙袭 本想凭一己之力 翻起点大浪 没想到 被现实摁在了地上 狠狠地摩擦了一番 最后被张鲁收留 为了答谢主公 此次刘章求助 他愿带兵两万 升勤刘备 主公 军师 西梁马超 献领命来救刘章 率兵两万 攻打加盟官圣级 梦达霍军二位将军 报情速速救援 诸葛亮一合计 这马超可不是一般人 虽说智商堪忧 但武力值报表 非子龙和义德 不能胜言 刘备听完 那子龙在外攻干 只能让义德出战 诸葛亮点了点头 这样 你俩先去 我在洛城等子龙 子龙回来 我马上过去 简短解说 加盟官 马超威风不见当年 利于城下一通教官 要与燕人决死一战 你张飞那脾气 早就出城点子了 奈何 刘备护地心切 深知马超勇武 故小师一尽 带得城下马超 喊到精疲力尽 又饿了几个小时 才让吃饱喝足的三弟 出城迎战 马超小儿 可认得燕人张义德吗 国家世代公侯 怎会认得一村野匹夫 大胆狂徒 走 二人 约退军有一剑之地 张飞怒目 马超横眉 两马七出 二枪并举 约战百余河 不分身体 那城上刘备 看得是浑身发抖啊 一方面 怕三弟有闪失 另一方面暗赞马超 果然 人如其好 锦马超 生得俊美 长得华丽 气质不凡 实力超群 降他之心 欲见浓语 他这愣神呢 身旁那个不知道 是不是魏严的将领 提醒道 主公 三爷与那马超 已经占了两百余河了 这缓过神的刘备 急忙明金收饼 那三爷和马超 不知道有多雷 但雷鼓的小将 可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张飞 却不是等闲之辈 我自随父出征以来 还从未遇见如此对手 可怜哪 年纪轻轻的 记忆力就开始减退了 去年刚跟徐楚 占了二三百合不分胜负 这转了眼 全忘了 那回了城的张飞 是抱怨连连的 热身刚结束 就给喊回来了 可憋死我了 再跑两圈 就把那小白脸的拿下来 你说你急傻呀 刘备也不瞒他 大哥知道你有 但大哥想收他马超啊 嗯 大哥说的对 我不伤他性命 请他回阵便是 刘备一招手 这眼瞅就天黑了 明天再擒 也不迟啊 没想到 对面的马超 站得酣畅 要与张飞 点火夜战 三爷一挺 太合我意了 摘了头盔 要站 便站个痛快 两军各点火把柏鱼 将如墨的夜 照得通亮 二人借着红光 再次交战在一起 金鸣声不断 叫喊声连绵 双马交错 枪毛翻飞 打得是难分难解 二十余和下来 马超见赢不得张飞 心声一技 搏马诈败 看过前面的都知道 三爷那粗犷的外表下 藏了一颗缜密的心 紧跟马超的同时 留了五分防备 眼见张飞追来 马超摘下腰间铜锤 扭头朝张飞脑袋抛去 早有防备的张飞堪堪躲过 转念心声一技 俯身装作重招 败走灰影 马超以为得手啊 催马追赶 张飞偷瞧 眼见降至 抬手张弓搭剑 还以颜色 那马超不善 躲过此剑 啊的一声 来他一个献血献脉 抚于马背 装作重剑 又张飞追赶 眼见无追马赶至身后 马超掉头一记回马墙 张飞左臂一夹 右手蛇毛直刺马超 马超探左臂 夹住蛇毛 二人一叫力 齐齐落于马下 这没了武器 直接动上拳脚 什么薅头不抠眼 主的踢挡 怎么狠怎么来 最后 各自摘了对方的 头盔与头紧 大战方可作罢 都说不打不相识 此时二人脸上的表情 已从开始那九分敌一种 提炼出了三分有力 最后 刘备放话 今日到此 明日再分胜负 那好 明日再战 灭火把 出兵回营 一夜无话 此日 张飞起了个大早 喊刘备出兵 这刘备面露难色 哎呀 你俩这么干 不是事 给我点时间 我得好好想个计策 他这正愁呢 诸葛亮到了 刘备这个高兴呢 阿亮 快点 给我想个办法 想了马超 诸葛亮一笑 就知道你会有此心 办法已经想好了 首先 修书一封给张鲁 您知道啊 张鲁的老娘和弟弟 是被刘长宰的 说咱们攻打刘长 是为了替他报仇 让他召回马超 当然 这还不足以说动 再给他加上一条 他张鲁不是一直想做汉宁王吗 你以皇叔的身份 向他担保 只要召回马超 必定向县帝承奏 了他心愿 其次 用重金贿赂张鲁手下谋士 杨松 此人爱慕虚荣 既嫌度能 让他给马超挖坑 绝对求之不得呀 只要张鲁招回马超 杨松暗中作梗 想马超 必成 妙计 妙计 这有了刘备的承诺 张鲁下令招回马超 这连招三次 马超拒绝三次 请回禀主公 大功未成 不能退兵 这也是诸葛亮此际的核心 笃定他马超 不会听命 接下来 该他杨松表演了 马超肃无信义 动辄 绝情反目 主公接连三次 派使者传令于他 他竟敢抗命不遵 分明有 谋反之心 这 主公不必忧虑 微臣愿驱迟前往 谈得他如何打算 再做计较 就这么办 这杨松到了地 说张鲁交代了 你不撤柄 可以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能做好三件事 主公大大有赏 若做不到 必斩你 哪三件 一 击退刘备 二 取刘张首级 三 拿下西川 什么 我只有区区两万兵吗 怎能夺取西川 将军 这实在不关下官之事啊 既然做不到 那只能退兵呢 踏着大军回汉中 需要些许时日 杨松先一步道讲 散布谣言 说他马超决定造反 以率大军杀回汉中 张鲁这个气呀 命张卫兵分七路 坚守爱口 不许放马超兵入 结果就是 马超进退不得 无计可施 功佑此心 功劳不小啊 诸葛亮知道 这想马超 就差最后一哆嗦了 决定 亲自入马超营寨 游说其归降 刘备是一口否决 已经死了一个凤竹 绝不能让你这卧龙 有点毫差池啊 主公放话了 怎么办呢 诶 赵云给送来办法了 子龙将军 保见西川李慧来想 这李慧当初苦见刘长 不让刘备进船 奈何 刘张不听啊 那自己也算 尽了忠臣之意了 深知刘张大势已去 刘备远谋 又深得民心 所以 前来则梁目而弃 闻听那马超 进退两难 昔日 与他还有过一面之缘 金愿以前去睡乡 这乃天助神救我也 这马超可是知道他李慧 一张瞧嘴 能把死的说成活的 今天来劝降 孔将把持不住我 提前命刀斧手 在帐外后命 若自己意志薄弱 以摔杯为号 堕他个右将满羊 李慧进账 这见了马超 李慧直切要害 眼下的你啊 进破不了刘备 拿不下西川 退 张鲁视你为反贼 进退两难的你 没了靠山 想为父报仇 已成吃人说梦 如今只有一个选择 当年一代赵 你父与刘皇叔 同心抗曹 你想杀曹操 为父报仇 刘备帐下 是你最好的归宿 而且刘皇叔的志向和报复 远不是张鲁和刘章之辈 可及啊 三言两语 马超成功沦陷 就请德昂兄回禀皇叔 朝略做准备 明日即率步前往 次日加盟馆 张飞和马超互换头饰 到此 刘备麾下的五虎上将 最后一人归位 那马超归降的第一件事 就是兵临成都 为主公夺取西川 我好糊涂啊 刘章率众归降 望玄德兄 宽带属下闻 抚恤 城中百姓 事情弄到这般地步 贝兄实在是 非心所缘啊 公元214年 刘备拿下了成都 自领一周末 又陆续平定了西川的 四十一个州郡 奠定了三族之谊 蜀国的纪念 下集 东吴在所经州 官二爷单刀镇江头